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九节 报告神越南人的新年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oclaim good news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prisoners And recovery of sight for the blind To send the oppressed free To proclaim the years of the Lord's favor 天神祝福他的话语 接下来请我们的牧师来正道 今年提供是生命分享 欢庆喜言 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是2020年的第二个主日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Happy New Year So we can still tell the people that see you Happy New Year 好 跟大家讲 真高兴看到你 So it's so nice to see you Hallelujah 那么我们今年 教会的主题跟总会的主题是一式的 我们的主题在我们的这个编的后面 有没有看到 This year our model is the same as the assembly of the EFC General Assembly 好 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的主题 我们先读中文 生命分享欢庆喜年 Let's read it Sharing life celebrating jubilee 那么为什么是欢庆喜年呢 喜年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意义呢 What's the meaning of jubilee in the Bible 我们来读一下第一位记 第25章第10节 Let's read Leviticus 2510 我们请中文 我们先一起来读哦 听 第50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 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It says Concentrate the 50th year and proclaim liberty throughout the land to all its inhabitants It shall be a jubilee for you Each of you is to return to your family property and to your own clan 喜年的意思就是 照我们在圣经里面 每六年 第七年就是什么年 安息年 In the Bible Every other six years the seventh year is what? The seventh 那么 七七四十九 所以呢 第四十九年的时候 也是安息年 那么到了第五十年的时候呢 就是喜年 那在这一年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你过去 你如果欠人家钱的 債主都要减免你所有的债务 如果你的地卖给人 他们也要释放还给你 如果你把自己卖为奴隶的话 你那一天也是有的 所以在喜年的那一天 称为宣告自由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很看重喜年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 还有台服的主题 是欢庆喜年呢 因为我们台服教会 今年也是喜年 因为我们的教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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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 我们台服教会是 在1970年的时候 有一群弟兄姐妹 他们想要开始 用自己的母语来敬拜神 所以他们是在1970年开始的台服教会 我们的AFC 在1970年 是50年前 那么 经过了几年以后 购入了一个自己的大型的鬼堂 and in seven years they bought this congregation 那么 再过了几年 因为发生了那个石油危机 所以呢 就分为 在东边 在南边 在北边 开始有植堂 and a few years later there were churches in the east the west the north 对 那么 在我们的东边呢 植堂呢 就叫东南教会 那东南教会神就很祝福 人数就越来越增长 然后到一个地步 东南教会开始植堂 to a point where they also broke off to different branches 对 他们在1989年的时候 植了哈塞巴埃 1989 they founded BFCHH 1992年的时候 又在Riverside又指了一个恩言教会 1992 they made one in Riverside 那么到了1999年的时候 又指了爱慕教会 and in 1990 they made one in FCCB 然后呢 圣达教会呢 就也慢慢成长 成长到一个地步 到2000年的时候 我们爱灵教会诞生了 感谢神那时候我们教会 就在前面的这里的一个 Blandford小学聚会 整整十年都在学校 我都很记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一大早九点就要来 就要来排椅子 就要来把音响装设 感谢神经过十年以后 我们买了这个新堂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喔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这是我们第一次聚会照的相片 我都还记得那一天 我们有一位弟兄受洗 叫Thomas嘛 他的名字是Thomas 他现在就在后面做招待 你看 请他取一下手 就在那里拍摄 你看 二十岁了 耶利亚 耶利亚 然后呢 我们 你看上帝祝福了我们 所以 好不好 你跟旁边弟兄姐妹 跟他讲说 恭喜你 你二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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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十岁了 你二十岁了 你二十岁了 二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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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开始长大了 你要开始长大了 什么一个人 怎么样才能知道他长大呢 就是他开始懂得分享 就是他开始懂得分享 就是他开始懂得给 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长大了 所以當你生日的時候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孩子開始願意去給 那時候你知道你的孩子嗎 長大 同樣的 愛玲教會 我們的台福教會五十年了 然後我們愛玲教會二十年了 所以我們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這個主題 我們再讀一次 我們需要做什麼 我們需要生命分享 歡慶喜年 So we need to sharing life celebrate Jubilee 那要怎麼樣來sharing呢 sharing 給誰呢 How do we share and who we share to 我們再來讀一下 剛剛只有讀的經文 Let's read Luke again 我先讀中文 我們一起讀好不好 好 你們幫我讀 請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祂用高高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拆遷我報告貝魯的德式方 瞎眼的德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德自由 我們請讀一文 第十九節我們一起讀 報告神悦那人的喜年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能夠來分享生命呢 So how are we able to share life 然後分享給誰呢 第一個 聖經裡面教導我們說 我們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想說 我們要傳福音給homeless 我們要傳給很多 第三世界國家的人 傳福音 傳給有需要的百姓 這個都對 但是其實更重要 這個傳福音給貧窮 這個貧窮是指心靈貧窮的人 有的人他很有錢 而是他的心靈很貧窮 可能跟各位舉一個例子 這個人叫做 布魯德萊比特 這個人叫做 你們認識嗎 蛤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女性 他呢 他呢 在年輕的時候演過一部戲 很有名 叫做史密斯任務 我們當中有看過的群像 哇很多人看過 好 那麼 所以呢 他賺了很多錢 他的身家有三億美金 所以他賺了很多錢 他的內容是三億美金 那演藝類這樣子呢 他就認識了這個女主角 叫做 好 Angelina Jolie 然後呢 他們就結婚了 可是結婚了以後 他們的生活 並不是真正那麼奴隱 結果到了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就去年四月他們移婚了 那 慢慢呢 才發現 其實他的心靈並不喜樂 原來他有嚴重的酗酒的 這個習慣 所以他自己承認 他說他酗酒的時候 他做過很多過分的事情 那慢慢的 他自己這樣子表述 他說 事實是 我們都承載著痛苦 悲傷與失去 我們花費太多時間 試圖將他們隱藏起來 但是 然後他這樣子講 繼續講 他說 但他們始終在那裡 在你身上 你必須真正打開心中的箱子 才能夠得著救贖 然後他就說 但他們一直在你身上 你必須真的開箱子 在你身上 你必須真正打開心中的箱子 你必須真正打開心中的箱子 在他裡面 你說苦不苦 苦啊 你覺得在他裡面 是不是 裡面 他雖然有那麼多的錢 可是他的心靈其實是貧窮的 你覺得他很壞的靈性 即使他有太多錢 看他的靈性 所以 他開始 回來找神了 原來 他小時候 他的父母親 是在靜性會 教會聚會的 所以 他是 從小也有在教會成長 所以 他很深的認罪悔改 那麼 他現在靜靜地抓住神 他這樣子說 他說 上帝可以 永遠使用 我們生命中的萬物 但這並不表示 我們每時每刻 都會過得好 他這樣子講 他說 有的時候我們會遭遇到 艱難困頓的時期 也會遇到悲傷和痛苦 但是上帝可以在這些情況下 帶來美善 他 他 來到神的面前 他說 他現在 緊緊地抓住這個信仰 所以 親愛弟兄姐妹 我們 要 分享生命 要分享給誰呢 分享給那靈禮貧窮的人 好不好跟龐佩講 靈禮貧窮的人 這個人有可能也是你 第二個 我們要分享給誰呢 這裡說到 使貝魯的得著釋放 你知道 這個 貝魯 這個字喔 特別是用在戰爭的 情況底下 當你 兩軍在對戰的時候 如果你 打敗了 你就會被什麼 貝魯 那你知道很多 我們現在 你會說 我們在這裡沒有打仗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在打仗 你知道 聖經裡面有講到說 有一個 年輕人 鬼 抓到他 這裡 經文是這樣講的 鬼捉弄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沒 咬牙切齒 身體不乾 各位有很多人 也是這樣子 身體就枯乾掉 舉幾個例子 你知道 有的人 跟毒癮 跟這個吸毒打仗 結果輸了 就被毒 毒走了 所以他每一天 他毒癮發作的時候 他都要打 吸毒 打毒 你看看這個土 像不像 當他在打的時候 像不像在殺自己 有沒有 他失敗 他被人走了 再來 有的人是 被賭博 所捆綁 知道剛開始是小小的賭 到後來 你越來越想要賭 為什麼 因為你想要快一點 拿到錢 所以你就 被這個毒癮所捆綁 那你被這個毒癮所 毒走了 再來 有的人是什麼 酒飲 剛開始也是喝一點點 結果到了後面 你每一天都要喝 然後到最後 你越喝越多 然後最後你上癮了 你被毒走了 你被這個戰爭 這個酒的戰爭 你失敗 你被毒走了 還有的 射擊網站 我們有的時候 不小心看到 結果慢慢去看 結果越看越多 結果每一天都要看 最後身體都鋪乾掉了 你覺得我們 在周圍的人 有沒有很多人 在這個戰爭當中 失敗的被奴走 有沒有 多不多 或者你也是 其中之一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要分享這個生命 給這些被奴的人 讓他們得到釋放 We have to proclaim the gospel and proclaim and share our lives to these people 再來第三個 我們要分享給誰 第三個 我們要分享給誰 叫瞎眼的得看見 It's recovery of sight for the blind 很多時候 我們也是說 好 耶穌你來 你 讓這些真正瞎眼的人 得到看見 A lot of people 會說 OK Jesus come and heal those who are physically blind 但聖經裡面 但聖經裡面 講到 還有一群人 這一群人是 心眼瞎的 But the Bible says that there's a group of people that is blinded by the heart 我們來讀一下 這個哥林多後書 第二 哥林多後書 第四章第四節 我們一起讀喔 請 持冷 不信之冷 被這世界的神 弄瞎的心眼 不叫基督 榮耀福音的光 照著他們 2 Corinthians 4 verse 4 The God of this age has blinded the minds of unbelievers so that they cannot see the light of the gospel 這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眼睛瞎 而是我們的心眼瞎 所以 有一次 海倫凱樂 你認識海倫凱樂嗎 so one time Helen Keller 她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教育家 she's a very famous person educated educated 那她 又 又龍 又啞 眼睛給他們見 she's mute she's deaf and she's also blind 那有一次 她的學生 就問她說 老師 你覺得人生最大的被拘集什麼 結果她毫不假思索 毫不猶豫的她回答說 就是這句話 我們讀一下 請 人生最大的悲劇 不是眼睛看不見 而是有眼睛而看不見 and she said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life is not invisible to the eye for have eyes and cannot see 跟前面很多時候我們都有眼睛 可是呢 我們卻看不見人的需要 a lot of times we have eyes but we can't see the needs of people 我們來取一個例子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你知道這一張圖是非常有名的圖 叫做 突嬰跟女孩 This photograph is a very famous photograph It's called 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 這個是 這個女孩已經餓得要死了 然後她要前往一個蘇丹的難民裡去 This little girl is starting to death 可是 她已經走不動了 but she can't walk into her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突嬰就等著 在後面準備要吃她 And the vultures were already behind her waiting to eat her 結果呢 剛好 就被 一個攝影師 這個是 自由攝影師 他叫做卡特 And this photographer Kevin Carter was there and he snapped that photo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這個圖畫 他就照著這張相 He saw it and took the photo 結果 這張相傳出去以後 他在當年 1994年的時候 得到普利茲新聞獎 And in 1994 He won the Pulitzer Prize for this photograph 那這個最高的獎項應該是很榮譽的 Now this prize is probably really easy 結果 四個月以後 這個卡特自殺身亡 你知道為什麼嗎 Do you know why 因為每一個人都在問他一件事 Because everyone was asking him one thing 啊 哪有那個女孩子呢 And then the girl What happened to her 結果他心裡因為自責 最後他就自殺了 Because he couldn't deal with it He killed himself 那卡特有說 他又 他又把那個女 他又把那個托嬰趕走 And Carter said that he He did shoot away the vulture 好像還有說 啊 有的 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有說他也有把他帶到那名 And someone would say that he brought the girl to a village in Levi 可是人家還在問他說 那哪有那個女孩子嗎 But then people can pass it And then what happened to the girl 用見面很多時候 我們也跟 這張圖 我們也看 跟卡特一樣 A lot of times we are just like Carter 我們有看到這張圖 We saw this photograph 可是我們卻沒有採取任何的希望 Yeah we don't do anything 有的時候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說 突嬰要來吃這個女孩 We're not saying that the vulture is gonna come eat the girl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仇敵 就好像那個突嬰一樣 要來攻擊我們 We're seeing that the devil is like the vulture waiting to attack us 可是很多時候 我們都沒有來伸出扶持的手 或幫助的手 But a lot of times we don't give up our helping hands and help 所以我們再來 所以很多時候 許多人我們的心眼也瞎了 So a lot of times we are also blinded in our hearts 我們再來讀一次 海伦凱勒說什麼呢 他說 人生最大的悲劇 不是眼睛看不見 而是由眼睛而看不見 Helen Keller said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life is not invisible to the eye who have eyes that cannot see 所以親愛弟兄姐妹 我們要傳福音給誰呢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do we proclaim the gospel to 所以給那些瞎眼的 要讓他得看見 Amen 所以在我們教會二十年了 So our church is twenty years old 我們要傳更多的福音 讓更多心眼下的人 也能夠來聽見福音 Amen 好 第四 我們要傳什麼呢 聖經裡面我們講說 要讓受壓制的得到自由 我們看到這許多的黑人 當年他們被賣到美國來 他們受到許多的壓制 你知道以前黑人就是 就是生活都是這麼的淒慘 然後白天是在這個摘棉花 晚上有時候逃出去還會被毒打 因為他們也想要自由啊 可是沒有自由 感謝神 上帝讓林肯看到 所以打了南北戰爭 因為這個南北戰爭 所以他們得到自由了 所以在 1863年1月1號 林肯發表了一個解放奴隸的宣言 那這個宣言一發出去的時候 剛開始沒有人相信 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資訊不發達的地方 那個黑奴都不敢出去 結果真的有一個黑奴知道這件事 他說那我試試看 所以他就開始走走走走走到 走到那個 他家的 那個 主人的門口 沒有人來把他抓回去 他就想說 那我再試試看 他就再走遠一點 走到那個 走到那個 他 圍牆外的 那個大門 也沒有人來把他抓回去 那他就 再走出去 再走走走到他們那個 所有的那個棉花田的 最外圍去 也沒有人把他抓回去 那時候他才知道 他真的什麼 自由了 Hallelujah 姊妹你自由了嗎 很多時候我們 也被這個很多的事情所壓制 很多時候我們心裡面也有很多的擔心 跟害怕又有 可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為什麼他們能夠自由呢 為什麼你告訴我 為什麼黑人現在可以自由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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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剛剛有講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把白案寫在這裡 為什麼他們不可以自由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什麼 南北戰爭 因為 因為 南北戰爭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你告訴我 What does this mean What does the American Civil War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回答對了 因為 有人為這些黑人 的自由 付上了性命的代價 對方姐妹 你知道 今天自由 是要流血的 所以 有人 為了他們 付上了 流血的代價 所以 今天才可以得到自由 同樣的,我們來看這一段經文 今天我們能夠得到自由是因為什麼呢? 在加勒太書5章1節這樣子,我們中文我們先一起讀喔,請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穩,不要再被奴婦的惡俠制 在加勒太書5章1節,你今天你是基督徒,你就得到自由了,amen? 你說我為什麼自由?誰替你付了代價?誰?耶穌已經在天上打仗,他為你付了代價了,amen? 所以你只要讓耶穌在你的裡面,你就能夠斬斷我們剛剛所講的一切的文法 所以你就可以勇敢的走出這個門,走出去再走出去 因為今天耶穌已經宣告,你得著自由了,amen? 基督已經說,你得著自由了,amen? 好不好,你跟旁邊跟兄姐妹講,你得著自由了 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在聽的時候,還不敢相信,真的嗎? 然後呢,你看喔,你們有的時候我們像不像那個黑奴,長期的被壓制對不對? 然後呢,還不怕人走出去,有沒有? A lot of times we are like that African American who doubts a little bit and doesn't want to go out 你現在試試看,你走出去啊,沒有人會來你 因為你是什麼?自由了 對,我現在講的不是人生的自由而已 而是你靈裡面的自由,amen? I'm talking about spiritual freedom 你現在你想喔,黑人得自由的時候他會不會很高興? 黑人得自由的時候他會不會很高興? 會不會 他會不會 他會不會 我得自由了 我得自由了 還是 還是我得自由有點臭臭的 還是說 我的自由 我得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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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一樣 這是我們年度的主題 這是我們年度的主題 我們 今年2020年 我們台福教會 要生命分享 歡慶喜年 我們愛玲教會 20年了 我們也要生命分享 歡慶喜年 我們也要勾手 我們也要勾手 那你說 分享給誰呢? 好 四個 我們再獲習一次 第一 我們一起賭 請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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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已經解釋了 不僅是給那些 比我們貧窮的人 更重要的是 還有一些心靈貧窮的人 你要是 第二 使被人的得釋放 第三 叫瞎眼的看見 第三 你剛剛講的不是 真正眼睛 看不見的人 我們去醫治他 讓他看見 這個當然也要 你講的是 心靈的眼睛瞎著 你讓他看見 第四個 受壓制的得自由 Amen 兄姐妹 你知道我們在這個 生命分享 歡慶喜年 你要怎麼分享呢? 如果你本身 沒有那個喜惡 那個興奮感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推銷不出去 你這個生命分享不出去 so in order to share life and celebrate Jibley you need to have it first 你自己要 因為我從小就在夜市長大了 I grew up in night markets at 我從小在賣東西的時候 如果 你說 來來來來 來買這個 然後你自己也捏 也不行的 when I sold this when I was in Taiwan and I say oh my god here here and do it with a grouchy face 然後呢 你裡面也沒有那個 你裡面也感覺到 這個產品不怎麼樣 and you also see that this product is actually not not worth it 那我請問你 這個產品賣得出去嗎 and then will you be able to sell this product 有沒有人要買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it 也沒有嗎 沒有 但是如果你講得很興 你裡面很興奮 你說 快點啊 這個東西太好用了 你知道嗎 只要五分鐘的話 那個牛肉麵就煮好了 if you're so happy you're so excited accusing about sharing the product 哇 這個產品太棒了 你知道嗎 只要抹一抹頭髮 就長出來了 oh this product is so good why do you have to just rub it and your hair will go out 我現在只比喻而已 對不對 對 就是說當你講得很興奮的時候呢 而且真的有果效有改變 and with true joy 你覺得人家要不要也來跟隨你 do you think people will want to listen to you and follow you 所以親愛丁姐妹 2020年我們想請求一個恩典 brothers and sisters year 2020 we ask God for grace 你的生命要 你自己的生命 你不要再成為一個淋漓貧窮的人 like your own life you will want to be poor in spirit anymore 你要從被毒當中 自己得到釋放 you want to have freedom 你的眼睛要打開來 有愛見 而且你不要再被這些事情所壓制了 and you do not want to be oppressed by these things anymore Amen 當你從這個四個當中 你自己得到釋放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就有能力去分享生命了 所以我也向神求恩典 我們的教會還要更活潑 Amen and ask God for grace that our church will be more likely 好 好 你再跟旁邊的人講一下 你要傳福音給品眾的人 來 so let's tell the person next to you you gotta share the witness to a war 再跟另外一邊的人 你說 你要使被捕的得救 得失敗 再來你要說 要瞎眼的得看見 recovery of slack of the blind 然後受壓制的得到自由 and set the breast free Amen 聽到姐妹 我們一次是說 有的時候 我們裡面要有一個興奮感 sometimes we need this joint side of our hearts 你知道 如果你自己都沒有興奮感 這個 你知道 這個是我兒子 有的時候 他比我還更興奮 因為他裡面有火 This is my quality 有的時候 我很喜歡跟他一起翻 因為 我發現他裡面有一個火 他比我還興奮 A lot of times I see this fire inside of them and it's more likely 所以 你知道 當你的生命是 所以我向神全靈 我們愛人教會 還要更有火 Amen I ask God for this grace that we will have this fire for our church 當你裡面有那個聖靈的火的時候 當你裡面有那個喜樂的灯 有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分享出去的生命 人家才要買單 When you have this fire from heaven and when you have this hope inside you and you will see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share and people will be able to see the real thing in you 我們不要再受華人的這個 好像影響說 愛在心裡孔能開 It's not be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愛在心裡孔能開怎麼翻呢 對呀 很多時候 但是他講說 不要再被華人的文化 所那個 所瑕疵 對不對 弟兄姐妹很多時候 我們要有基督的文化 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是充滿了喜樂 充滿了愛 好 我們待會兒我們就要來舉行同工求職典禮 那我們先一起來打道 然後我邀請 是不是請 Thomas我們到後面請那個 兒童事工的弟兄姐妹也過來 好嗎 我們先一起來打道 慈悲我們的天賦 我們讚美你的恩典 Baday God we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2020宣告 你要做新事 2020 we proclaim that you will do new things 主啊 你要幫助我們能夠把生命分享出去 God you will help us to share life to others 主啊 我們不再做小孩子 God we don't wanna be children anymore 主啊 我們不再這樣子心裡面悶悶不樂 We don't wanna be holding things inside of our hearts 主啊 我們不再被壓制 God we don't wanna be oppressed 主啊我們的心也要被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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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謝謝你 因為我們是得到自由的人 主啊 主啊謝謝你 因為你已經為我們付上死亡的代價 你為我們死在死之下上 但是你又復活了 主啊你今天得勝的恩兜藥在我們的身上 謝謝主的恩典 謝謝主的恩典 公主的名求 Amen Paiso 江湖要被關注 Captain 有一個對